究竟mortgage的流程是怎樣 我應該要先準備好些甚麼 其實為何我們這裡要找booker 不直接去找銀行 有很多人我當成這樣 白狀 其實他可能損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Hello 我是Imperial Dragon的Hilda 最近其實都收到很多朋友 都有很多關於mortgage的問題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Kid 做我們的嘉賓 今天可以幫大家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Hello 大家好 其實最多人問 究竟在香港做mortgage 和英國做mortgage有甚麼分別 其實在香港和英國做mortgage的分別是沒有的 因為做mortgage最主要是看看 你有沒有承擔能力 能否負擔得到 還有你買那層樓本身的目的是甚麼 所以其實沒有很大的分別 明白 例如說 很多香港人在香港直接找銀行 在英國這邊 其實又是怎樣 因為我聽說很多客人 例如我們的客人都會找你 其實為何我們這裡要找booker 不直接去找銀行 其實分兩種 其實在做mortgage和買樓的項目 就沒有分別 但其實在英國做mortgage 它是有分的 如果你是買樓自主 這件事是regulated的 所以就要找regulated的advisor 如果我買來買樓收租 這個是不regulated的mortgage 不regulated 不代表沒有人管它 只不過是有些流程 我們不需要去經過 所以就有這樣的分別 至於為何會找bank和broker 其實說實在 有很多high street bank 我們說一些私資銀行 或者是比較大的銀行 有時候他們給Premiere的客戶 是會有一些好一點的rate 但有很多時候他們也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其實銀行本身自己的compliance 都會有不同的 很容易就會有一個變化 例如可能加息 或者是突然間那個物業 原來突然間有些東西 我們有些東西就令到它再借不到那麼多 有很多原本apply mortgage的客戶 他就會突然間站在那裡 就問為何我明明在做application 但為何在臨門那一腳 他才decline我的application 其實因為做一個mortgage 他當中要走的流程 和underwriting的程序 各樣東西都有很多 所以其實不會像香港一樣 很standardized 因為在整個英國 可以做借貸的lender 總共有百多二百間 最少 他們每一個lender都有自己的quiteria 和他們自己的target client 有些他們就喜歡自僱人士 有些他們就比較喜歡fix salary的人士 所以其實不同lender 他有不同自己的要求 所以就很難說定是怎樣 所以如果我去銀行的原因 純粹是他的rate 相對是可能比較低一點 但是甚至在英國 都有很多他們本地 即我們叫做UK residence 他們都是找broker去做的 正正的原因就是我剛才說了 這麼多lender 這麼多criteria 每一個人的就業情況 對方的financial situation都不同 到底他們怎樣去找呢 其實他們不會知道 又不會不會知道 除非我們這樣做了很多年 或者是接觸過很多case 才會知道怎樣去找 所以其實找broker 成功做到mortgage的成數 就會大很多 你可以自己去bank做的 但是就要承擔一個risk 就是你沒有分散投資 以及不是太熟悉的行程 很容易就會出事 因為剛剛也有跟Kit 簡單的聊天 其實有牌和沒有牌的broker 其實都有分別 是 其實一般在英國做得 按揭給人 一定要考牌 即使我也是FCA regulator 其實我也有考牌 只不過是我們大家做的 按揭類型不同 所以我們說話是要負責任 所以首先要找一些有牌的broker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遇到客人問 究竟mortgage的流程是怎樣 我應該要先準備定些什麼 基本上在英國做mortgage的流程 要預算時間會長一點 和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香港的procedure 就很standardized 我們進入銀行 銀行就會問我 你買多少 用多少 買一層可以做什麼 還有沒有其他資產 各方面的資料 然後他就可以出到 過了壓力測試之後 他就可以告訴你 我願意借多少錢給你 或者息口多少 但是在英國就不是這樣的 因為在英國他就會看 我們買那層樓 用來做什麼 剛才說過 會是一些 到底是自主 還是用來買租金收入 用來做bu to let 投資 其實他就會有不同的 underwriting的情況 所以就會 需要準備的東西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基本上 一般我們接觸到那個client 我們自己的practice就是 我們接觸到一個client 我們就會去問你相關 即是financial situation income的收入 各方面的資料 然後我根據你這個procedure 我就會找適合你的lender 去幫你 即是short list一些lender 告訴你 以你這個情況 有這些lender 在用這個息口 可以借到這樣給你 然後你ok with 這個東西 我可以在24小時到48小時之內 就出一個叫做AIP Approval in Principle 的一個文件給你 這個AIP 其實一般 在英國賣賣樓宇都 七成到八成的賣家 他都會request了這個文件 他才肯賣給你 因為他要確保 你有誠意或者有足夠的資金 才可以成交 他才會做這個deal 因為如果不是 在英國是沒有必賣必賣的 如果你預約了這個樓宇的時候 然後到最後你成交不到 其實他的損失都很大 所以基本上他都一定要 你有這樣的文件才可以 是的 因為以我所知 譬如說有一些比較貴的豪宅 它簡直是 你要有這個AIP 或者有一個bank statement 證明你有這個錢 能夠買才可以去看樓 都不是說是offer 是的 因為其實你開賣樓宇 而且你接觸這麼多便知道 因為其實在英國沒有必賣必賣 如果他有很多人 我當這樣 白狀 其實他可能損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去將層樓成交 所以其實在英國 主要都要有AIP 才會開始做到賣賣樓這個動作 當我們幫客人申請到AIP 然後他又開心 他這個選擇 我決定借這麼多成這個席口 這樣我們就會開始 問他拿正式的文件 譬如說Proof of Address Proof of Fund 這些文件 然後再申請Full Application 去Lender Lender就會開始 進行一個KYC的流程 就是Know Your Clients的這個流程 審批我們的文件 檢查我們的Credit Report 等等 然後大概這個過程 就需時比較久 以及預料的文件 也會比較多 或者比較多 back and forth 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很多 譬如說 客人 他是International Buyer 可能在香港買英國樓 這裏 UK本地的Lender 其實他很難去估計 你這個Foreign Income 我到底怎樣去做 所以其實Request的文件 就會比較多 這樣 然後當他們做完一輪的KYC之後 他如果OK 你了 他就會去 instruct一個叫做 3rd party的Surveyor 即是警察 去估值 到底你買那層樓 值不值這個價錢 或者是你買來投資收租 那個租金收入有多少呢 去cover那個On-Kit 這樣 他就會instruct一個Surveyor 去做一個估值 這個過程大概要兩到三個星期左右 當Surveyor report回到Lender那裏 他看過沒事了 他就會 叫做Final Approve 我們這個Mortgage 然後 他就會出一個Mortgage Offer 這個Mortgage Offer 他就Valib三個月到六個月 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三到六個月裡面 去成交層樓 他還可以借這塊錢給你 假設有時候 如果Offer過了 我們整個Application 又要重新申請 這樣 但剛剛你提及過Surveyor 他買二手樓 通常人們都知道 一定要找人 檢查一下房子有沒有問題 但如果新樓呢 因為新樓 究竟我是需要自己去找 還是 其實你們都會做這個服務呢 其實是分兩邊的 剛才說的Lender 他會instruct Surveyor 去估值層樓 其實是保障他們自己的 他要確保你買那層樓 是有質素的 不是爛樓 或者你買來投資收租 他要確保你那層樓 是有這樣的 Estimate Rental Income 他們才會放心 去放款去借錢 所以其實 即使新樓 或者舊樓 都好 其實我們做Mortgage 客人去自己找的Surveyor 以及Lender 自己找的Surveyor 其實都是兩個不同的 Purpose 其實都是要 所以剛才說 借錢那層 Lender 就會instruct Surveyor 其實就不跟客人 當然客人想自己安心去 看看層樓有沒有問題 就是多年可以找一個Surveyor 去看看層樓有沒有什麼 就是執樓 Snacking 或者是 看看有沒有自己買貴 或者買樓之前 去做這個Surveyor 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就是 兩樣不關事的情況 所以其實Lender 收到報告之後 他OK了 其實都還要再等 兩個禮拜左右 他才會 整件事落實了 到你真的去exchange contract 都要再遇到兩個星期的情況 就是兩個星期的時間 去給律師去draw down fund 就是跟銀行說 我要成交了層樓 你要放款下來 可能我來英國 都不打算做事 我又可不可以做Mortgage 爸爸媽媽都想買層樓 給自己的子女 但是他們的屋 就是寫子女的名字 但是做Mortgage 就是收入那些 用爸爸媽媽 這樣做Mortgage 可以嗎